第372集 母夜叉在三图河里挣扎了半天 露出已经成了骷髅的脑袋 死心裂肺地叫道 我恨你们 我恨你们 话还没有说完 就又被拉进了水里 母夜叉随着血黄色的河水 彻底地消失在了三图河里 母夜叉和我斗了这么多年 最后沉到了三图河里 不得不说 这是一个美好的结局 这样一来 母夜叉就再也不能害人了 我看着远处的大黑 此时的大黑站在那里 看着三图河里的河水 样子非常的威风 我想张嘴喊大黑 可是嘴里发不出声音 急得我头快要炸开了 盼着大黑走过来 就在这时候 一个严重的问题出现了 我的意识开始模糊了 意识一模糊 我当时害怕到了极点 因为我是中阴神 如果意识消失的话 灵魂就会死亡的 那个就什么都没有 因为那样的话 真的是连鬼都做不成了呀 如果说刚才 木叶叉套我的心 我不怕死的话 现在我绝对的怕死 因为我想和大黑在一起 如果没有了意识 我就再也见不到 尽在咫尺的大黑了 这意识根本就不受我的控制 慢慢的越来越弱 越来越弱 最后就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过了什么时候 我的眼前一片黑暗 虽然看不见 但我能感觉到 有什么东西在抚摸我的脸 我当时忽然想到了 关于鬼死后的一件事 那就是刘斋致意 张阿锐上说 人死为鬼 鬼死为贱 鬼之为贱 有人之为鬼已 贱的藏身之地 叫贱民幽静 传说那个地方 比地狱更加恐怖 一般的贱在那儿 活得非常凄惨 不能投胎 也不能再死 怨气极重 让他们变得非常厉害 靠着吃鬼而活 跟鬼一样的存在形态 我难道就是在 见明幽静 不对 我的脸上不是被抚摸 而是一种被舌头舔的感觉 这种感觉在我的记忆中 很熟悉 我想起来了 是大黑填我脸的时候 我想到了大黑赶紧地四处望 还是一片漆黑 我的眼睛根本就看不到 一丝的光亮 我是真的着急了 在那里晃动着头颅 就在这时 那带着道刺的舌头 触到了我的眼睛 我没有本能地闭眼 这次哭笑不得地发现 我根本就没有睁开眼 嗨 发现自己没有睁开眼之后 我就赶紧地睁开眼 可是眼皮有些沉重 这个时候只能是以自己的意念 来控制自己睁眼了 终于努力地睁开了眼睛 当我睁开眼睛后发现 自己已经躺在地上了 头也被顺着放在那里 这样可比达拉在那里好手多了 不过呢 头还是不能转动 我努力地转动眼珠 想寻找大黑 想喊大黑的名字 可是只能张张嘴 做鬼做到了这个地步 真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 这时大黑忽然高兴地叫了起来 把脑袋凑到我的脸上 用舌头高兴地舔我的脸 能近距离地看到大黑 我高兴极了 心里想向大黑 叙说这些年的思念之情 可是嘴不能言 发不出声音 我只能是干张嘴 大黑把头凑在我的脸上 亲腻了一会儿 就在那里来回地跳跃 那是他非常高兴之时 才会表现出的行为 我此时最想的就是 用双手抱住大黑 把大黑抱在一起 在地上翻滚 可是我的双手 双脚 脖子都断了 成了一个废鬼 无法去拥抱大黑了 就在这时 大黄也回来了 他看我睁开眼睛 也过来用头蹭我的脸颊 蹭了几下之后 朝着远处汪汪大叫 大黄一边地叫 一边摇着尾巴 狗尾巴朝下 大幅度地摇动着尾巴 代表着见到了熟悉的人 这里不是阳间 而是鬼魂呆的阴间 我所在的地方虽然不是 丰都城 但也是三途河边 在这里 大黄会遇到什么人呢 难道 是来救我的人 可是我不能转头 也无法往远处看 只能是等着来的人上前 等了一小会儿 像是等了一年 就在这时忽然有个熟悉的声音 喊道 小冬 你怎么了 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 声音熟悉得很 是麻子大爷 是麻子大爷来救我了 在这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的绝境中 能听到麻子大爷的声音 那种喜悦 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我想大声地叫麻子大爷 可是脖子被母夜叉给扭断了 发不出声音 想转动脑袋 可也做不到 母夜叉的这招太狠毒了 算是把我彻底地给废了 我只能使劲地写眼珠子 可无论怎么写 都看不到麻子大爷 别的鬼都能飞檐走壁 来取无踪的 厉害无比 而我却被母夜叉 折磨得手脚脖子禁断 连转头说话都不行了 做鬼做成我这个样子 也是醉了 麻子大爷跑到我的跟前 蹲下身子 一脸焦急地看着我的伤势 脸色极其的凝重 问我是怎么弄的 怎么手脚都断了呀 我看着麻子大爷 我都着急地不行了 可再怎么着急 也只是瞪着眼睛张着嘴 发不出一丝的声音 这时大黑拽着麻子大爷 让麻子大爷 看地上那些被咬下来的残骸 和衣服碎片 麻子大爷看了一会儿 就顿足垂胸地说了 来晚了 来晚了一步啊 小冬被恶鬼所害 这一次 小命休矣 麻子大爷说出这话 既在意料之中 也在意料之外 这一次阴间行走 生生死死 经历的太多 只不过这个死 和阳间的死不一样 就在这里 有个忧伤的声音说道 都是我 都是我害了小冬 如果我不去找小冬 如果当时 我不被恶狗吓跑 也许就不会发生这件事了 小冬是我的恩人 我不但没有报恩 还害了小冬的姓名 我对不起小冬 是葫如烟的声音 可以听得出 葫如烟非常的难过 真没想到 葫如烟也来了 她一边说 一边走到我的身边 蹲下身子 眼睛看着我 她的眼睛里 闪着泪花盯着我看 看着看着 眼泪顺着眼角 滴下来了 葫如烟竟然哭了 这一哭 如同梨花带雨 样子楚楚动人 能融化人的心 我想到了心 竟然猛地跳动了一下 当心跳了一下之后 我不由得一高兴 自从被母叶叉 折断了脖子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感觉到心跳了 可见到葫如烟哭之后 我的心居然跳动了一下 这一下证明我还有心 也许还有救呢 葫如烟伸出白如雪的手 慢慢地抚摸着我的脸 她的手柔弱无骨 触到我的脸旁的时候 我的脸忍不住地抽动 葫如烟的眼里不停地滴着眼泪 手慢慢地移到了我的胸膛 让我奇怪的是啊 葫如烟用手触到我胸膛的时候 竟然有了一丝 若有若无的站立感 我的胸膛已经被残忍的母叶叉给撕开了 葫如烟用手把我的胸膛慢慢地合上 然后用我的衣服勒紧了 弄完这一切 葫如烟已经是泪水横流了 她一边哭一边说 小冬 都是我害了你 是我把你害成了这个样子 我对不起你 我想说这件事是不怨葫如烟的 可无论嘴张得多大都发不出声音 葫如烟摇手不让我说了 她说我想说什么她都知道 她的眼泪滴在了我的脸上 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滑落 我的手不能动 只能任凭泪水在脸上滚动 这时麻子大爷说话了 她说 如烟姑娘 这件事不能怨你 这都是小冬的命啊 她命该此处绝 谁也没有办法 只是这一次太惨了 连鬼都做不成了 小冬的答案还没有报 他不能死 救救你相信办法 救救小冬 说完之后 葫如烟的身子飘起 然后一下子跪在地上求麻子大爷 葫如烟真是重情重义的好胡仙 人人都说胡仙美丽 善良 温柔 重情义 可见此话不假 麻子大爷一看葫如烟跪下了 赶紧搀扶着葫如烟 然后说 如烟姑娘快快请起 快快请起 快快请起 快快请起